農委会升格成农业部 今天呢是正式挂牌成立 陈吉仲主委成为首任的农业部长 那现场呢 包含副总统内清德 跟历任的行政院长 林全 苏贞叉还有陈建仁 通通是到场祝贺 请接牌 红布揭开 金灿灿 农业部三个大字出现 8月1号这天正式挂牌成立 请院长颁受任命令 电力正要开始 滂沱大雨倾泻而下 没有任何预备方案 新任农业部长陈吉仲 索性连伞都不撑了 直接上台 在蔡宇文总统底下 让一个政家孩子 可以有这个机会 来担任这个位置 我们所有同仁 就是把农与民的问题 当成自己的问题 旅行第一天就遇水则发 展现与民同在的诚意 他的前长官 也是农业部背后 大力推手的苏贞昌前院长 亲自来祝贺 希望政家孩子 陈吉仲部长 可以带到农业民的心声 在政府 大家就作为打拼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吉仲 他可以当 这一个农业部的部长 我想在座 每一个人都可以见证 陈建仁 苏贞昌灵权 参任行政院长 通通到齐 给足陈吉仲面子 副总统赖清德 也有深深期许 代表蔡总统 感谢35年来 每一个参与 每一个帮助 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的每一个人 从农委会升格成农业部 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也展现政府重视农业的决心 在老天爷用心灌溉之下 农业部将继续成长茁壮 把农林鱼牧产业 统统照顾好 记者听下去 黄卫财特别报道